由于P1和P13以及P14之间对于这个ISPB的这个路由呢 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一条LSP 那么P呢只需要根据这条LSP进来的这个标签 然后换成一个出口的一个标签 然后呢沿着整条LSP来进行那个数据的转发 那就能够到达ISPB这个目的路由器上面去了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在我们呢在P上面把整个BGP的路由进程呢 给关闭掉 它原来呢你看它原来呢是有连它是个P12和P13都建立了一个BGP的一个离居关系的 为的目的呢就是能够接收到到达ISP以及那边的一些路由 我们可以看一下收IPBGP我们可以通过用收IPBGP看一下 这一些这些一堆的这些路由呢 都是通过他的一些他的邻居呢来通告过来的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在P上面呢把整个BGP进程给关闭掉 这样子呢才能够显示出这个AMPERS的一个优越性了 好然后在P上面关闭掉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P12和P13上面呢需要呢把这个他们对于P的那个邻居关系呢给删除掉 RouterBGP3NoNeighbor192.168.3.3.5 你看在这里把这一块把这一块给关闭掉 3.5好之后呢在这个P13上面呢 RouterBGP3NoNeighbor192.168.3.5 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P来说的话呢他就已经没有了BGP的路由了 你看现在BGPNotActive 然后收IPRoute的时候呢 他应该只有ISIS的路由 换句话说呢他只能够连接到我们内部整个MPLS骨干往内部的其他路由器上面去 但是对于MPLS外部的那些连接的话呢 他就不能够再进行了 你看原来的话呢他还可以连接到我们的CE那一端上面去 你看这些203这些呢都是我们CE路由器的一些网段呢 CE上面的lookback地址的网段呢等等 但是呢现在呢由于他整个BGP的进程呢已经被我们给关闭掉 所以呢他不可能从我们的PE路由器上面呢通过BGP来接收到这一些啊 lookback地址的这些网段 所以呢我们在P上面唯一可以做的呢是通过PingP11234呢来检查 他作为一台骨干网路由器的话呢他还能够提供这个到达其他PE的这样子的一个连接性 因为呢数据呢是必须要经过他来进行那个转发的 如果他对啊他对我们其他的这个PE路由器的连接性是效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不能够对他进行啊 对为其他PE路由器呢做一个这样子的数据转发对吧 好了然后呢第三步呢把PGP从所有不需要的全局路由的核心路由器上面关闭 我们呢已经关闭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IP路由网络中呢服务提供商的路由器需要每一跳进行IP路由查找 因此呢所有的P路由器呢都需要有全局的互联网路由 通过注入MPLSIP数据包进入MPLS核心网络以前就会先加入标签 那么P路由器不再需要全局的全局的互联网路由 那么BGP呢就可以在P上面呢路由器上面呢是被可以被关闭的 那么然后呢我们在骨干路由器上面关闭了BGP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上面呢去查看一下那个TDP的运行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在各台PE路由器上面呢去收他们的TDP的邻居 因为缺少情况下呢他启用的是TDP而不是LDPTDP呢就是Cisco自己开发出来的Tax Discovery Protocol Tax Distribute Protocol 好现在可以看到在PE上面他有几个邻居啊他有一个邻居他的邻居呢应该是我们的PER可以看到 然后呢在这边呢可以看到他的identify他对等级的identify是192.168.3.2 我们PER上面的lookback接口 然后本地的TDP就本地我这台路由器的TDP的ID呢是192.168.3.1 之后呢是一个连接后面跟着的是一个端口号 之后是一个通过什么接口连接过去 你可以看到S0-0.1是通过我的S0-0.1联系过来的 我的IP地址呢是192.168.3.21 收runint S0-0.1 我们检验一下 S0-0.1 然后这个IP地址呢是对端的 就PER的那个IP地址 我们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收 好 我们比较一下 你看在这边 S0-0.2 这边第一个接口是我本地的接口 然后这个sourceIP address是这些信息是从哪一个IP地址学过来的 换句话说 就是说我是连接到对端的哪一个IP地址上面去的 你可以看一下收 我们收runint S0-0.2 可以看到这边呢 实际上就是 是吧 就是21 21呢 这边本地IP地址呢 是对端的 原地址 你可以看到 对吧 sourceIP 在PE上面看到的原地址是PER的本地IP地址 192.168.3.21 那么PER上面192.168.3.21 那么本地的这 然后在PER上面看到的这个sourceadress 192.168.3.22呢 在于PE上面呢 刚好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地址 192.168.3.32 对吧 好 然后呢 下一步呢 是在PER上面的我们看到了有两个邻居 一个呢 是PE 另外一个呢 是P192.168.3.5 虽然说P呢 是在BGP上面是被关闭了 但是呢 他在他的ISIS路由进程呢 还在 而且呢 跟我们连接的那个接口上面呢 他启用了MPLSIP这样子一个命令 所以呢 TDP 它是在这个接口上面被运行的 因此呢 我们在PER上面呢 能够看到这个P呢 作为我们的TDP 其中一个邻居呢 出现 好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个是一行是address bound to PIP ident 然后这个呢 指的是他绑定在对端TDP地址上面的那些地址有多少个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是192.168.3.31 一个是192.168.3.32 另外一个呢 是192.168.21.3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192.168.3.22 是连接到P12上面那个接口 而192.168.3.1呢 是他本地 P1上面的一个lookback地址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到PE上面去看一下 192.168.21.3 究竟是什么一个地址 show run 我们通过show run 然后include include什么东西呢 192.168.21.3 我们查一下 192.168.21.3在哪里 是一个IP地址 那么是哪一个接口的IP地址呢 show ip interface brief 可以看到是他的快速以太网口上面的这个IP地址 所以呢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收出来的这个TDP邻居信息呢 前面你看每一块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现在刚才呢 我们看到这一块 就是我们本地接口是通过哪一个本地接口连接到我的邻居那边去的 然后呢 这边呢是远程的那个邻居啊 我们的那个邻居呢 上面是他的 他连跟我们直连的那个接口 他的IP地址是多少 然后下面 绑定的呢 那个是我的邻居上面 一共配置了多少个IP地址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 在P1上面呢 他可以看到 P2呢 连接了多少个 P2上面一共有五个IP地址 我们现在可以轴个数一下 192.168.3.2是P2的lookback地址 192.168.3.21是什么 是他的那个连接我们P1的那个接口的那个IP地址 然后这两个呢 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他连接到A2啊 他连接到这个A2和B1上面两个接口的一个的地址 另外还有一个192的网站地址呢 是P1连接到P上面的那个地址 刚应该就是192.168.3.18 好 我们呢 可以到P1上面去核实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SoIP interface 继续看一下 谢谢大家